工作至于保持爱好 能让你活下去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爱好 真的如果能保持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爱好 工作是为了生活 那你生活都没有了 工夫做 特别感谢今天夏天 陈庆定的播出 以及陈嘉宁导演 这种栽培 特别的礼物 最大的礼物可能就是 今天有陈庆定 这个播出对吧 最让这个角色 就是最大的礼物 我觉得反派角色 还是蛮有趣的演起来 然后如果有机会 当然还可以演反派的 就今天才送 那个《红年》回来 就是刚刚拍摄了一个 也是一个古装剧 这个角色可能看起来 也不像是一个 特别正的正派 但实际上人还是蛮好的 我觉得简单那天说的 薛老师说到这吧 因为确实不太 可能不能说太多吧 喜欢足球 到现在应该是13年了吧 当时应该是看了 06年那个德国世界杯的时候 然后当时看的时候 喜欢上了英格兰这个国家队 喜欢英格兰国家队之后呢 然后又之后紧接看了 英超喜欢了六普这个俱乐部 然后就这样一直延续到现在 又也是大家再帮了 再也把达成币 一达成币 正在币 小语初中 踢球还是蛮多的 然后大部分会在学校里面踢 其实就是大家一起 可能上体育课呀 或者说有那种活动课的时候 或者是说中间中午 比如说中午要午休 午休 focused吃完饭 大家去踢一下那种 我们经常乌鱼密布地往下踢 反而凉快就在夏天的时候 全程会很湿 因为有时候雨会特别大 但是那时候 年轻的时候哪会考虑那些 有时候越下雨越想踢 就是这样 我承认逃课的情况是有的 但是逃课的时候不是去踢球的 然后这我承认是有 但是想逃踢球太难了 你要同时让十几个人逃课 就我觉得 因为你可能是这阶是语文课 他可能这阶是数学课 比如说他们班主是数学 他报套 我们班主是语文也报套 就类似这种就很难 以前我是喜欢踢那种 边路那种边风什么 因为就跑 当时那会小的时候跑得快一点 但是现在的话 我可能我现在这个经历题 也就踢一踢球场旁边一拉罐 差不多了 其实以前我会觉得 我可能会一边看 然后一边工作 但后来发现 还要看你工作强度决定的 久的时候工作强度 会影响你对你自己爱好的那种 执着 这是真的 就当你真的是 很累的时候 你确实没有其他情力 去来做那些东西 工作至于保持爱好 能让你活下去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爱好 真的如果能保持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爱好 首先工作压力特别大 所以你一定需要 爱好这个东西来平衡一下 比如说你说你工作墙那么大 然后各方面 如果你没有爱好这些东西支撑 你抑郁了怎么办 是不是爱好可以防止抑郁 因为你工作 就是为了你的生活 对吧 工作是为了生活 那你生活都没有了 工什么做 是这样 我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有一个想法 对吧 所以我现在也不用了 就是利用 有很多心思想 对脱装 以用着 感谢 因素 应该 对 有很多心思想